哇,我这个还挺大的 今儿带你们去一个熟悉的老地方啊 看看这,头顶夕阳 走走走走 白天不开门啊,晚上五点开门 东哥炸鸡 看在这刚刚出锅的炸鸡腿啊 下午五点头一波 鸡翅根,鸡翅中,还有我吃的鸡皮 我来吃的鸡皮 哎,来,先吃鸡皮 卧底最爱,一份十五,二百克 哎,好累,还有我的小龙虾也来 哦,炸鸡皮现在出来,宇宙无敌 它鸡皮其实炸的挺好的,特脆 特别脆,它外面裹的那个糊,其实挺薄的 是完全都酥了,然后你一掰,就开的那种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吃了 反正是整个的那种,就是带伴上那种鸡大腿 外面皮巨酥 就这汁,真的不要切啊,建议你们不要切 然后中间这个是腌料 嗯,这块鸡皮太香了 哈哈,真的汁水锁的巨好 我对面的大哥也是整个吃的 这一个挺多实,大小不是特别的一样 有偏大一点,有偏小一点的 但基本都是鸡肉的,而且它这糊不厚 就只有薄薄的一层 不是那种能把鸡屎根裹成琵琶腿的那种 它们家不是在脚门洞吗 离我这边不算远,查看了我又得过来转一圈 吃个腿吃个皮 看这块,你看这汁,要整个啃的话 这个汁能最大程度的保留 就是一定小心烫口 这个汁能最大程度的汁 他们家我就不说是最好吃的了 就在我吃过的里面 我觉得是最对我口味的 在我心中的天花板 太过瘾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先等我吃一口再说 这个老板还是搞空调 以后你们看到的婚礼视频 可能真的是他帮我做的 咱们开炸鸡吃个副业 结果把炸鸡干成了主意 咱们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 两千块 而且现在能坐在排档 你看我坐外头 就是特舒服 因为这天的话 就是晚上五点多钟之后就不热了 夏天不行 夏天太热 那炸鸡吃了最后就剩两根骨头 排个鸡皮 鸡架子十五一个特别值 因为那肉特别多 然后现炸 所以等差不多十来分钟吧 15一份的鸡架子 这个肉架子 它真的不是鸡架子 你看这肉 真的都是肉 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家很值很值的一个产品 来晚了可能没有 卖完完没那么多呆臭的架子 它要现炸 对 等十分钟左右吧 这鸡架子肉真的特别多 它满满一大盘 刚出锅特别酥 锅是烫好 然后这是那脖子 一根 鸡架子腌得跟鸡腿味儿 碎味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还是下这点肉多 鸡架子是个下酒 不要下酒 主要是真值 嗯 这么多肉 就买那种就是没什么肉的鸡架子 现在基本都卖到12块钱了 都是肉 看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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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它龙家尾的 这是松哥自个儿炒的吧 再打辣椒 其实炒的挺好吃的 这这炒的挺好吃的 自打我之中这么吃虾尾 这我外部包了 就是你一揪着它 你看就出来了 就这个虾肉的质量是好的 不然它就是粉 粉的那种肉是没法吃的 嗯 它上了一个进阶板的 贵10块钱 这份 你看它里头有单虾仁 而且虾仁还不够老少呢 虾仁是开过贝的这种 吃 你不爱吃这个虾仁吗 这虾仁可入味 夏天有时候咸炸的热 我说了有两月 快两月没来了 嗯 七月初略底来了 要拍完了 我们要跟上喝会儿 但是不是不让伯喝酒吗 我们就只能笑笑的喝了 有好多人觉得鸡皮好多腻啊 什么这 其实没有 鸡皮你炸完之后 那油都出来了 就剩特别的嘎不脆 有点像吃排汤 但是它还有肉味 还要吃点 你说这什么辣椒啊 软不奶奶的 甚至还有一点甜味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辣椒啊 我觉得我失去了好多 天快黑了 不跟你们烙了 白来 有机会来吃松波炸鸡 你知道又有真的很好吃 好像没跟你们说过他们家这个 鸡翅中啊 我那一个其实不贵 还挺大的 这种大吃肉 然后会送一份蜂蜜煎骨酱 你就可以把它当韩式炸鸡吃了 臭的脱骨 咸的鸡翅太大吃不完 你就吃这个 吃这个也挺好吃的 买俩可以解解馋 这酱选的也还行 甜度稍微高一些 也没有那么冲的芥末味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吞鸡翅小能手 真的缩下小能手 戴绿望着 喝 我们喝酒去了 拜拜 拜拜